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2日 这是今天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 首先和大家推荐一下 崔永元呢 现在这个发了一个小视频 讲到他目前是摆摊卖字 他这样讲的 凭本事养家糊口并不丢人 这个小视频我看到以后非常感动 因为崔永元是在新闻界 应该讲是一个很有骨气的记者 他现在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得特长不能得到发挥 就是因为中共这种专制独裁统治 不允许新闻记者能够自由表达 其实他现在这个年龄 这是好时候 可以做很大的事 但是在中国国内就是这样 他只有几年 像他目前这个举动已经是了不起了 因为是在墙内 我估计他可能生活上也有一些不容易 所以他现在把自己写的书法作品摆在地上 好像应该在院子里面 不是在大街上 在院子里摆放了自己写的书法 都是已经脱好了 比较好的 写的还不错 我认为他的书法作品写的很有特别 下了一番功夫 他就讲到什么呢 他说有些人瞧不起他 说的你怎么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摆摊摆字 他认为这个事不丢人 凭自己的聪明才智 自己的劳动 有这么丢人的 而且这是精神产品 因为他知名度高 你收藏他的作品 应该讲很有价值的 所以我看了以后 这个是给他点赞 好 我给这个视频 给播放给大家看看 因为这是随永元的 估计不是版权的问题 帮助他宣传宣传 好 你们听一听 看一看这件事 好 我给你点开 可能播放的效果不好 我不要紧 我给他重新播放一下 有的朋友说 小崔啊 小崔 你也有这一天 混到贩卖字画为生 我有点听不懂 他说的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呢 我觉得很快乐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觉得非常光荣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可耻 或者说可笑的行为 我用自己的手艺 师父教我的手艺 然后写字画画 维持家里的生计 维持自己的财务自由 我卖字卖画 我也不出卖灵魂 有什么让人看不起的地方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给我赞一个 来 一起给我赞一个 点赞一个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 尤其他讲到不出卖灵魂 这条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 作为一个记者 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士 小崔确实很有精神品格 他自写的很好 真的 非常有特点 这个我也准备找一个朋友 回北京的时候买一下 买他衣服 如果有网友能联系上 告诉我 因为我没有人民币 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支付 这个价格 写得很好 但是一定要最好是脱好了 因为装表在这个地方很贵 我看书山有路 这个挺不错的 非常好 给他一个点赞 支持试试他 这是一条消息 另一条消息是手机上的 微信 有一个沈阳的网友 这个人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挑战强权 提出卖国贼不能连任 竟然现在 仍然非常活跃 每一天都给我发微信 他在微信里讲这么件事 他要控告李克强的大秘曾伟 他说2012年曾伟 犯罪集团违法强裁 节能减排示范平台 科技部的重大项目 11年不能推广 就是他这个民营企业家 他自己成立了叫 沈阳市八达能源技术研究所 也叫八达能源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他是法人 这个科技平台解决什么呢 就解决这个噪音 还有这个控埋 木埃的事 就是环境污染的事 那么他这个项目 这个好项目 但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他指责李克强的大秘 就辽宁的地方官叫曾伟 曾伟这个人我知道 共青团派 年轻的时候 我没见过面 那个他本人直接打过交道 但他身边的人很熟悉 因为当时他就比较狂妄 比较高 他为什么后台硬啊 因为他在李克强关系很好 据说他不愿意打理别人 这个当地那些老百姓啊 对他都很有意见啊 因为他属于那时候 你别看共青团派 他共青团派当中 我认为也是一个不好的领导干部啊 他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啊 就没有支持这个 这个鞭士船 就鞭士船先生 这个去年是有一度非常非常活跃啊 这个批评 这个卖国贼不能连任 但是到些位置还行 还平安无事啊 还有继续指责这个曾伟 说曾伟不支持他 甚至呢 强拆了他的私房 因为他可能办这个研究所啊 就是这个 八达能源研究所的房子 他自己的房子啊 政府不但不拨款 而且把他的房产给他法院拍卖了 他一无所有啊 他现在继续就是争取 要什么呢 要国务院支持他的项目 他这个项目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 我过去在节目当中曾经讲到了啊 是辽宁省就是 环保产业协会造业与震动 控制专业委员会 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 他叫编世传 他具体要求启动 实时制定我国 这个控制木霾 啊 雾霾这个标准的实施啊 他说呢 由于这个李克强的大秘增伟啊 就是这个不支持他啊 造成了这个这个项目呢 落实延误了九年了 也就是科技部的重大项目 十一年不能推广啊 他这个项目曾经被列为 呃 科技部的重大项目 但是不能得到落实 他认为这是 李克强大秘增伟呢 涉嫌这个都市岁 他要以危害 以危险方式 危害公共的 呃 安全啊 这个因为他的字很小啊 他这给我发了很多文章 因为我看不太清楚啊 我正大概给大家介绍 这个事情啊 他说呢 呃 如果履行我国一线立法 建立一法 这个 一法治国啊 秩序 对这个他这个提出这个啊 解能啊 他这个 提出这个控制木霾 这个管理这个项目啊 承担责任啊 为捍卫权益 本人 本人将委托第三法 我不知道他委托谁啊 他准备在 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要对曾伟提出 这个诉讼 啊 指责他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 啊 你看这个事很大 他给习近平写了信 这个 这个 正在上告啊 前几天还有图片 就是文字 图片显示好像是在 呃 国内的一个 辽宁一个城市 还召开这个 就是 这种技术方面的研讨会 就有些人还很支持他啊 那么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他这个发着微信 字太小了 我现在看不清啊 等到看看将来 呃 让他给发到我信箱 我再看一看啊 这是两条新闻 一个是崔永元 大家支持他 摆摊设点 卖资 微生啊 另外支持 别是传 起诉这个 探府的官员 不管你什么派系 是吧 即使李克强派系 你不做好事 老百姓应该追究你的责任 对不对 说编室传先生 了不起啊 他是这个爱国将领的后代啊 以前我讲过了 不去重复了啊 我们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国际新闻 那么 引起越城对朝鲜要强硬 并批统一部 如同朝鲜的援助部 这是 现在这个 北韩的新闻啊 这是发广报道的 韩国总统 引起越 这几天呢 改革 任命了新的统一部部长以后 在周日说呢 韩国统一部 过去这个关注 向朝鲜提供援助 现在要改变了 要改变国策了啊 给大家看看 这是一张 这个 引起越的大照片 引起越现在很猛啊 站在美国这一边啊 和这个中共国作对啊 这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他和中共连在一起啊 而且市场 还依赖中共啊 这篇文章讲 韩国总统 引起越 今天要求韩国统一部 对朝鲜 不要那么软弱 据路透社报道 韩国统一部 新任部长 金永浩 是一位保守派的学者 也就是 朝鲜 缺乏人权行为 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在朝鲜半岛 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 金永浩 试图重点关注这一问题 这今天发广了 很重要消息啊 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动态 引起越在由总统新闻秘书 发布的一份 声明纵对工作人员讲 统一部 一直表现得像 朝鲜援助不一样 这是错误的 你越援助 他越气负 是吧 他养成的习惯呢 伸手就和你咬钱 要粮食了 他不干正事 还用核杂震慑南韩 引起越要求讲 统一部是时间做出改变了 就到了这个时要改变了 引起越还敦促 该部门坚持自由民主价值观 并表示统一应该有 为南方和北方人民 带来好处 更人性化的生活 这是今天一个简短的消息 说2019年 金永浩曾在网上 专案的总写道 一旦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的政权被推翻 朝鲜就得到解放了 确实他推翻以后 朝鲜整个半岛 统一就跟自由民主的国家了 那多好 中国国家完蛋了 朝鲜得到解放 统一次路就打开了 从此以后 这个金山派的肚子 就得憋回去了 是吧 你看现在这个朝鲜 整个的财富都装在 一个人的肚子里 对不对 通过那个肚子里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个什么形式 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条消息 中共军方现在试完了 中国军方非常罕见 竟然组团要防卫英国和法国 要去拉关系走后门了 要去磕头了 他怎么讲呢 说去的目的是战略磋商 因为现在中国 矛盾对着美国了 但是他对其他国家 他要拉一拉 一听脚话 这是法官报道的 路透社引述中国国防部 周六的报告 中国成立一个军事代表团 前几天一个军事代表团 在缅甸将一袭击了 这回大了头了 又到英国和法国来了 6月24号到7月1号 还时间不短 要访问英国和法国 因为他知道一打仗的话 美英联军是最厉害的 对吧 或者英法联军也厉害 他害怕呀 他知道航汉家不住一群狼 估计西兵害怕了 告诉就张国祥 赶快出发找人 去拉到关系 三小四人都团结起来 打群架 打不过人家 是吧 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 他找了个理由 到英国和法国 讨论双边的防务关系 英国和法国军 稍有报道 接待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 就过去根本没有 这种情况 据中国国防部 在报告中说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战略 措声代表团 就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 深入交换了意见 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你看 他现在的事 英国的国防部的发言人 在被问及此次访问的目的是说 英国国防部已在伦敦 主办防务战略对话 该发言人在为声明中讲 讨论内容涵盖各自的国防战略 他说 乌克兰局势 印度太平洋的安全 还有战略稳定和扩散 以及南海 台湾以及英中军事关系 消息没有提供细节 细节肯定是国家机密的 也不可能提供 也提供的话 国后国之间 这可是大事 不是开玩笑 都是要保密一点 报道的都是直言片语 大概的内容 那么这篇文章最后讲 他说 据英国官员介绍 英国外交大臣 这个叫斯詹姆斯科莱弗利 可能在7月访华 还要回访 因为英国正在寻求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他也不想打仗 英国也是 下边也要错了错了并参与贸易投资 气候变化能力 同时保护自己免受国家安全的威胁 这是一条消息 再看另一条消息 俄罗斯正在清洗瓦格纳兵变的舆论集团 对普勒哥进行财务调查 你看老普京挺狡猾 我不追究你这个兵变的事了 我答应这个路卡清哥老路了 但是经济问题的调查 是不是 挺狡猾的 俄罗斯一万富翁 叫普里格金的媒体控股集团将被关闭 就他控制很多餐厅 还有报纸 这个人反而挺有本事的 你想从监狱释放关押十多年 没关傻出来以后还能干一番事业 只是干了一个杀人的事业 说其中一家媒体的主管表示 这突出显示这位雇佣军首领 在瓦格纳集团士兵发动的短暂兵变 崩溃一周以后 命运日益恶化 刚才我看的小视频 是万维网刊登的 讲到瓦格纳有100多人 一个小团队 讲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很艰难 这确实 这个普京肯定得收拾他们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 这个普里格纳控制的俄罗斯媒体集团 因兵变于不而遭关闭 根据一项停止叛变的协议 普京的前盟友普里格纳允许流亡到了白俄罗斯 估计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我觉得我的猜测是对的 可能在那个圣彼得堡 人家把他老婆孩子抓了 抓了以后 完了老卢就打电话给他 老婆 你这个老不接人家普京电话 我告诉你 现在你老婆孩子就抓了 哎呀 那这个瓦格纳头子普里格纳这种人 肯定是很顾驾 对不对 心疼的老婆孩子 哎呀那是怎么行的 那就开骂了 他俩互相骂了一个小时去说 全是脏话了 就是像农村乡下操得操骂 就骂了 骂半天 气出去了 老卢讲 哎呀 咱俩都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你跟我俩瞎扯的 这样吧 我给你协调协调 他放了你 你现在再不要往莫斯科进军了 你再进军再往前走 军头们都看笑话 完了普京就跑了 跑了以后 这个你咋办呢 将来你能管理核弹呢 你吹啥吹啥都不懂 你这么整天去死路一条啊 你得给我点面子 二十年前咱哥们也帮过你 他俩二十多年就要请 你进这个餐厅的时候 你看你当从监狱出了卖热狗 和他老婆俩 穷不垃圾 你要没有普京那位今天 就哥人机一听 也对啊 人家他这讲课们一写 就觉得 是有点 这个事整大了 整不回去了 是吧 我估计这么 大概这么 却来全去 完了 好吧 大哥 那你说咋办吧 你现在赶快 收手 啊 就放下武器 把让你的哥们 地弄撤了 然后呢 那中国怎么办呢 那普京他 还在争扮 我这下给大哥热浓了 热脑了 还在争扮 这样 你到我那地盘 你到我那一亩三分地 哥们说了算 就白格拉斯 你到个地方 安营杂赛 可能是这样谈的 他俩谈了以后 他就跟普京讲 我老婆 我给你谈成功了 因为普京那时候 已经把行政都准备好 就跑往中国了 准备去见习近平 我估计连中文秘书都清好了 准备跑了 外交部副部长都来了 找青岗 是吧 我这么想 我猜测 咱们这个 点击量 想得热闹一点 干巴巴了 老都的新闻 随停 我估计是这样 最后他们就事就这么解决了 但是普京心想耍小聪明 你先给重武器都教了 是吧 解书武装了 你已经被困在白格拉斯 再来想出境了 这边我开始调查你的经济问题 他这一调查肯定早要打电话找那个女行长 女行长一停 自己跳了 因为女的心里崩溃了 估计应该这样 那么这段文章讲 他说 俄罗斯总统附近的前盟友普利格金币 允许流亡到了白格拉斯 他的部下可以选择留在瓦格纳 加入乌克兰 加入俄罗斯武装部队 会返回老家 这都是瞎忽悠 底线人倒霉了 跟他混进人倒霉了 就等下半人被他卖了 被这个普利格金币了 爱国者媒体集团 最著名的媒体 他就讲到 有一个媒体 新闻网站有很多 走宣传强烈的民主主义 亲克里姆林公的社论路线 他干的生意不小 干到一定程度 办报纸 网络电台电视台 就像这里不是有一个大人物 就是湖南通缉的 跑着了 还想选市长 完了还成立一个电台 电视台 这里是自由的 你愿意整就整电台 虽然是如果是赞助钱多了 你成立一个电视台 玩找一批小姑娘 整天就演呗 也不算什么 就像公司一样的 用钱就经营 对不对 他搞了不少 所以现在这篇文章讲 他这个媒体的主管 叫叶夫根尼 周六晚上在该公司 社交媒体账号上 发了视频 说我宣布 我们决定关闭 并退出该国的信息空间 从此以后 我们不胡说八道了 我们已经打最堂鼓了 就这个意思 俄罗斯报纸 生意人报 周五报道讲 俄罗斯的通信监管机构 屏蔽了 普洛格金有关的媒体机构 没有讲详细内容 肯定他一声令下去吧 他干了二十多年 在俄罗斯一言九鼎 现在不能说一言九鼎 最起码还说了算 他就把他的媒体全关闭了 给他屏蔽了 就像习近平一样 下令 查封 抓 习近平现在也是超爽 俄罗斯的媒体还讲 据称普洛格金任用来影响 普洛格金用来影响 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舆论的 巨模工厂就被解散了 就他以前影响舆论 现在不行了 他的主管 以前在帖子里赞扬了爱国者媒体的记录 称其保护了普洛格金和普京 免受反科里姆林反对派的攻击 其中包括被监禁的普京的批评者 就是纳瓦尔尼 普京又对立派 现在被关到监狱里 他讲这件事 路透社将尽管叛乱流产了 俄罗斯当局尚未正式取缔瓦格纳集团 还没有正式取缔的集团 但是普京周二说将对普里格金餐饮公司的财务进行调查 他现在翻脸了 因为以前他故意给他生意 也就是让他是配餐 也就是部队里面用餐的生意给他了 说让他赚了20亿美金 瓦格纳集团创始人从俄罗斯获得政府的钱20亿 而且政府还给他们员工发员 部队员工发钱 之后也不给了 断粮了 员工刚才我看到 他们的瓦格纳那些小兵们 讲自己已经没有工资了 还没有饭吃 没有水喝 你看挺穷困潦倒的 说瓦格纳部下在沃南昌塔16月的战争中 参加了一些最血腥的战斗 瓦格纳队伍中包括数千名 从俄罗斯监狱招募的钱球派 因为他以前就会蹲监狱 蹲大佬的 认识里面那些释放的人 可能回到监狱的去 也是有号召力的 开个大会 是吧 这个弟兄们 你看 这个 布里哥尼回来了 这不是咱当年一个房间的 这个吃菜汤的人吗 就是想不想获得自由 这些人肯定 都想获得自由 谁不想获得自由 我老江是困的理 我也知道 从早晨盼到晚上 就看那个大墙上飞那个小鸟 心想 你说什么时候咱能插上尸宝 咱四维生飞出去 多好 是不是 他也是这样 底下囚徒说 都想自由 说这样吧 兄弟给你一条生路 你们参加半年的战斗 六个月 就如果能活下来 你们就获得自由了 有些人说行 那咱活不下来不就完了吗 是吧 有些人可能就不愿意去参加战斗 因为他在里边困着 或者一个大灰墙 活动空间有限 人身体都没有奔跑能力了 再次眼神也跟不上了 一个都是傻不垃圾的 真的 每天就看这么多人 看来看去 老江过去经常出差 中间又释放 头一个月连工期车都上不去了 真的 就看着车来了 这怎么办 怎么上 这个红绿灯 我的天 这个人 奔跑这么快 这气势撞了怎么办 那脑子 就这个二傻子 说几点话 说我 我上洛杉矶 我不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老江你怎么穿一个 戴个红帽子 我戴个帽子 那个帽子 还是小名牌就抛了 但是红点 真对 我说过马路 怕窗子 一个什么 从监狱释放的人 眼神不够用 我记得 我在洛杉矶 和郑存柱讲 郑存柱累坏了 老郑 累坏了 我在讲的时候 就从监狱囚徒们 他就一讲 有自由 就有 诱惑力 有些人心想 冒他一发弦 说不就能幸运活下来 其实到战场 很多就死掉了 因为你根本 也没摸过枪 也跑不动 对不对 就是凭这种精神力量 当然有的人很幸运 就活着回来了 刚才我看的小视频 有些人 这个活下来了 活下来就是生理 你想想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危 对吧 所以这篇文章 就讲到说 在这个监狱里 招募了数千个这样的囚犯 让他们打仗 在普里格基的引导下 瓦格纳固定兵 已经成为一家 规模庞大的国际企业 以打仗为职业 这个企业的 说是在非洲中东 拥有采矿的利益 一个出兵 他还搞矿 还搞媒体 还打仗 这也不是一般的战士 该报道说 瓦格纳在14年 俄罗斯吞并 克里米亚 乌克兰之后 克里米亚半岛以后 成立了 并开始支持 乌东顿巴斯地区的 亲俄分裂分子 那么等到下一场 再和大家谈更多的报道和评论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